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音 这个音呢它读的应该说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是有一些困难的 很多同学把它直接用欧洲的O来代替 O O 但实际上呢欧洲的O和我们英语当中这个O O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那么这个差异呢首先是开口的大小问题 我们这个音的起点的舍位啊 首先呢它比那个O要相对来说要大那么一点点 当然如果说你就固定在O上面也可以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滑动不会那么的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大家看到了吧 它这个滑动不会那么大 所以说呢你从这个外面的这个口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不会那么的明显 不会像I I那么明显 而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妙的 那么这个像进行滑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你会在不同的native speaker的口中听到不同的音质 其他的音其实像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啊 但是有唯独是这个O 它的这个音质会有比较大的偏差 比如说大家如果去英国 你遇到一些在说这个posh accent 那我们所谓这个posh accent实际上就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个上流社会的这种人讲话啊 尤其年纪比较大的他们会把它念成什么呢 念成 哦 哦 哦 hello 他不会把念成哦 hello 他念成是哦 hello 他一开始根本就不是起点的 他直接把他起点定在了哪里呢 定在了这个 这个音啊 哎 哎 哦 哦 所以呢 在古英语当中啊 尤其是在英国的这个old fashion english当中呢 他会把它念成哦 哦 而不是哦 而不是哦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听到的这个差异啊 或者说大家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呢 你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不同的人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他的起始音的一个取舍 是不一样的啊 取决于他的身份地位 取决于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选择 但是 一定要注意 呃 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合口是一定要做的 我们在发汉语的时候 哦 哦 你看 我们在发哦 哦的时候呢 你也有一个合口的动作 但是呢 英语当中这个哦 他的开口明显要大一些 明显要大一些 而且呢 他的整个的一个滑动 做的要更加的明显 所以说欧洲 他是一个时间很短的 哦 哦 就没了 但是英语当中 他是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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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滑动是听起来比较的柔 比较的长 啊 长度也要保证 好了 那么哦 这个音 他具不具备长度上的一个变化呢 是具备的 他在轻辅音之前要缩短 比如说 那 notes I'm taking notes 我现在正在记笔记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note 或者notes 当中这个哦 就要读得比较短 那么在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当中 他也要读得比较短 比如说 别人对你的一种鼓励 别人对你的一种激励 叫做 Motivate Motivate 或者叫Motivate Motivate 那么这个Motivate当中这个哦 读得就比较短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在着辅音之前 他的要略略的拉长 那 比如说我们发 我们说你找到了你的一个 Soulmate Soulmate 这个 Soul S-O-U-L 这个单词 那 当中的这个哦 就读得比较长 那么在词尾 作为中读音节的时候呢 它的长度是最长的 那 比如说 I said No 那 你不要再找我了 比如我自己 经常收到一些这个骚扰电话 对吧 房产中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跟他讲 I said No No means no Stop calling me 是吧 所以这个是 其中的一种用法